四期總共有五棟 還有發電箱用三萬平方米打造圓粒 所以樓桿是很寬闊的 有一百米 也送芝華試傢俬 全屋訂製的衣櫃 她說是否真的多到我都不信 想看完整項目視頻內容 記得收看我們V加大灣區順本黃民道 Hello各位觀眾 歡迎大家來到V加頻道 我是Jacky 今天帶大家來到中山西居彩虹片區的核心地段 有個樓盤叫幸福匯 目前正在賣最後一期的四期 即是目前最後一期的四期 將來會否發展呢 大家都不知道 現在第四期我們可以看到 它已經有麵包店 有些美容院 還有一些生活超市 旁邊的樓盤兩邊 即是說兩邊的樓盤都有很多個商鋪 而且中山西區我自己雖然不是住在西區 但我經常都會來西區 因為有些朋友在西區 另外我自己最喜歡看中醫 因為我是非常拜託中醫的 這裡旁邊走路五分鐘就有我們中山市三甲醫院的中醫院 而且我去中醫院 如果普通病例 幾天約八至兩百元就完成了 這當然是適合病情 我們現在直接入樓盤看看現在賣甚麼貨 我們現在來看看沙盤 四期總共有五棟 還有發展商用三萬平方米去打造圓林 所以樓盤是很闊的 有100米的 現在正在清賀二棟 發展商送的東西真是多到客人 又送小米家電 也送芝華士傢俱 全屋訂製的衣櫃 還有窗簾 你說是不是真的多到我也不相信 現在正在家區的就是三四棟一線光景的護營 三棟的零三和零四護營是正對光的 四棟就是護護向光 一二三護營都是向光的 我們現在來看看區域 其實樓盤是位於彩虹大道旁的 香港上來我相信很多香港觀眾都知道怎樣來西區 現在最快當然是自駕行 即是自駕遊 如果由港珠澳大橋過來 大約五十分鐘的車程 其次就可以去到 中壢彩虹的五月花電影城旁邊 就有個永東直通巴士站 或者去到國際酒店 國際酒店那裡都會有很多直通巴回香港 講到商場 三公里範圍之內 除了有天月城 和興中廣場之外 就有一個全球連鎖大型超市Metro 密德龍 其次之外 就是我們來看看學校 學校就有一個西區中心小學 這個小學就是省一級的小學 以及是西區第一幼兒院 以及如果講到醫院 大家都不用講了 一定是中醫院 這裡走過去五分鐘左右 大約十多分鐘車程 可以去到中山市人民醫院 也是三等級級的醫院 周邊就有一個濕地公園 如果說買菜 我自己就比較喜歡去街市 在附近的 也有一個趣景市場 開車大約是八分鐘車程度 講完生活配套和交通 我們直接上樣板房間看看 我們現在進來01戶型的 97平方三房兩廳一圍 一戶花園向南 我們現在進來看看 左手邊就是廚房 廚房都可以的 是送三件套 不過放不到一個大雪櫃 只可以放一個單門雪櫃 全屋的傢俱就是枝樺 包括這張這麼舒適的按摩椅 主路台是向北的 可以看到中醫院 和中旅彩虹的小區 那裡可以坐直地回香港 我們進去房間看看 這個開間是3米6 層高是3米 這裡有一間房間 房間都可以放一張1米5的床 飄窗是不能打的 這些訂製櫃不是滋滑師 但是材質都非常好 很實斜 這個壺形只有洗手間 洗手間就做了鑽石型 臨浴間 空間是絕對夠的 空間不用的 還有防脈磚 這些鏡櫃都做得很豪華 還有用料 洗手盆這些用料是不差的 現在我們來看看這間房間 這間房間的床也是1米5 不過沒有飄窗 這裡也做到衣櫃 我們現在來大房看看 這間大房間的窗是否很大 我們現在是新處29樓的印版房 是否非常開揚 這間床我相信也有2米 也做到這麼大的衣櫃 因為93平方 戶型都已經賣得七七八八 只剩下低樓層 或者剩下14樓的戶型 97平方目前來說 是比較多選擇 93和97平方的單價 大約是15000到16500左右 我們再強調 因為樣板房的冷氣是Panasonic 但發展商強調 到時收樓是送小米的 現在我們去三棟看看 我們現在來到家推的第三棟 120平方的三房兩廳兩位 這個戶型其實是很端正的 開間有3米95 樓底是高3米的 是非常開闊的感覺 主樓台是一線乾淨的 而且是開陽遠景 可以看到摩天輪的 而且房間都是很端正的 沒有缺角的 感覺是洗手間 全部都是有名窗的 空間也很大 主人房還有一個次我 都是開陽遠景的 其實現在三棟發展商 都會送全屋的冷氣 以及訂製衣櫃 洗手間的浴霸 以及廚房的涼霸 這個戶型大約是18800到19000 全國四期只有五棟 總戶數是500多戶 停車位可以做到1比1.1 以及管理費是3元一平方 物業管理公司就是幸福匯自己的物業管理公司 我們現在看完兩個回營 你究竟喜歡哪一個呢 以及收樓期在2棟是現樓 3棟是明年年中6月份收樓 如果各位觀眾 你想擁有一個幸福之家的話 隨時聯絡我 我的電話是97980746 97980746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1 1 1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